其實我演戲還比較覺得符合我的個性 對不對 是 因為你看喔 在座幾個其實都很像藝人 我跟你們站在一起 我比較標心立意 我其實很不像一個藝人 小康也好 像頭中康 曲雲環 你們都是具有那種 像他也是神經神經的 我講的是真的 搞半天我們四人神藝人 等一下我們應該站過去 我們聽訊 其實你們真的都有藝人 他其實真的很不像藝人 很像士官長 對 我以前我也一直覺得 我如果當軍人 我覺得可以當到少將 中將 我覺得他妄想政越來越厲害 難道你們都沒有想過 就是你們這些結婚的人 都沒有想過這種 好想我一個人去玩一次這樣 或者是這一次我一個人去好不好 其實會耶 會 我講實在話 你的腦海裡面一定 一定會 一定都會浮現這個東西 但是一到那個關節那個重要點的時候 我還是帶老婆去 因為回來你要解釋很多 你沒辦法解釋很多嘛 省得麻煩 結了婚的最大包袱 就叫做麻煩 麻煩 你盡量不要製造麻煩 對... 已經有麻煩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去製造麻煩 結婚等於麻煩 不是... 大家都一定有一個經驗 就是跟老婆吵架 對 那跟老婆吵架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或什麼樣事件 最容易鬥子 其實生活上面會爭執的都是小事 對... 反而都不是大事 小事呢 因為小事呢 大家的那種個性的堅持啊 就會那個升溫啊 就是語言上的升溫 到最後就開始變成語言上的爭執 然後就開始吵架 會 都會有 對... 那就造成了僵局 那也看個性 有的個性就是有人會冷戰 那我是最怕那種型 對... 我寧可那種大啦啦 直隆通的 講完算了 講完就算了 最好那種就是三分鐘五分鐘 就沒事了 因為我本身就是 我可以接受這樣的 我也本身也是這樣的一個人 直來直往 吵完了以後對不對 我可以把這些東西抹掉 事情就過了 對... 還是要記住一件事情 日子還是要過 時間不會因為你們兩個冷下 就停下來 等你們 時間距離走 該到吃飯的時間 你還是一樣 吃飯了 就是要把... 我剛剛講 你要把前面那個 當作沒有了 然後現在從此時此刻開始 該吃飯的 吃飯的 該洗澡的 洗澡 剪哥講到重點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女人都不喜歡說對不起 對 很少 對不對 對 尤其是結了婚的女人 不是 這個難聽 拉冷氣 拉冷氣 因為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剛好碰到的女孩子 可能就是比較... 比較硬一點 沒有關係 不要說誰碰到 鮑哥 你講 你的感覺 對 那請問一下兩位 有沒有老婆就是主動 跟你們說就是抱歉 我的情況是 都是我先講完之後她才會 我解釋給她聽之後 她才會反應 才會有這樣子的對不起 如果你不解釋呢 她就不對不起 她就很委屈 哭 會 就會 我也很怕女孩子掉眼淚 我跟你講這招會 一掉眼淚我就 掛 一掉眼淚就算我對 我也錯 我有時候會說 不要再哭 我知道你哭 還是怕她哭 對... 哭... 好了對不起 整個... 整個... 有啦 我老婆也會 也會戳自己 因為我們兩個的相處 不能夠拿來跟一般的這個 夫妻來... 民眾 我們就一般民眾不能跟這兩位 因為第一個我們... 我們兩個都是藝人 對 兩人都有一片天 頭上都有一片天 然後呢都是主觀性比較強 對... 開玩笑 我們國光藝校出來 哪有主觀 真的 好用的感覺喔 而且那個... 減少還會功夫對不對 對啊 它有聚效的 還會後空翻 你再吵翻了 翻兩下 炸眼啊 他坐月子 一個月都在練功了 然後吹的是吵著 可是這樣講起來 其實檢哥是... 其實你老婆小弟滿多歲的 可是我們也必須要有耐心 但有時候耐心也會有限制 用完了你也會受不了 你跟他吵完以後 然後你再隔個幾分鐘以後 隔個半個鐘以後 你再講給他聽 然後他如果覺得他不對 他還是會跟你道歉 所以你一定要解釋給他聽 對 他懂了 他才會說對不起 難道你都沒有嗎 對啊 在你那個很Man的一個婚姻之中 很Man的一個婚姻之中 他們兩個是雄性子 我問他 我問他一下 他電話 他... 好...沒關係 那我很好奇的一點 幫子哥 很好奇的一點是 姿姐有沒有在你面前哭過 你現在是在挖一個 你不是在問我一個隱私嗎 對啊 聊經驗 他現在指名道姓問敵音 我怎麼敢講 到時候敵音又跟我 好 我不是指名道姓嗎 你千千 千千 算了... 我不想知道 當然有啊 一定有啊 隨不便宿 當然有啊 那他什麼情況下 才會跟你說對不起 你也要經過一番解釋呢 還是什麼 其實... 其實就像簡哥講的 因為我們兩個人的個性都比較... 硬 對 所以呢 很主觀 對 主觀 所以我們發生問題的時候 就會化學作用到另外一個 包哥講的 冷戰 對立... 然後一起盪出來 冷戰 到最後才會... 可能會過幾個小時 或是心情轉換一下 我出去或是他出去回來 就會主動跟對方說對不起 尤其我們男人 在外面的社會上 怕人家講 怕老婆 什麼訓掉 那你們有沒有經驗 就說 像你有 就老婆當的朋友面 就是給你難看 或者是罵你 對 說你的不是 其實這種東西很多啦 真的嗎 這是... 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了 因為大家都了解 今天老婆...老婆的個性 其實他不是要給你難看 而是因為他的個性的爆發 那只是說 你要不要配合到一起爆發 那成熟的男人 有風度的男人 有休養的男人 就會顧全大局 OK 儘管這個火山爆發 因為你在那裡給我難看 其實是你自己很難看 對 不成熟的男人 你像... 像... 彭哥啊 像彭哥啊 對... 馬上就會對... 對幹嘛 他去找東西 我就扁賺了 不會... 其實我這幾年改很多人 是啊 因為遊走他鄉啊 對 你這幾年改 我們大概比較沒有注意到 沒注意到 這幾個月改 真的嗎 對... 應該可以改從身上 那鮑哥你有沒有什麼 就當場兩個人沒有面子 沒有耶 其實我老婆非常給我 給我很大的空間跟面子 實質 這是憑良心講 對 他從來不會在外人面前 講我扮你不好 就算我表... 表現不好 他只會私底下跟我講 這個要注意啊 或是什麼 或是事前他會幫我注意 跟老婆相處的時候 應該都會撒嬌吧 會 撒嬌其實是一個... 夫妻之間很好論滑技 跟一個很好的手段 對 你也會 我會 當然你那麼MAN對不對 我絕對會 這個家庭 越MAN的人 越會撒嬌 那有時候你真的明明是你對 明明是他錯 你還要讓他對不對 你自然就有一套這個邏輯 錯又怎麼樣呢 什麼是堅持的對 什麼是堅持的錯 沒所謂的對錯了 變成這樣 對 因為在這個家庭 就你們嘛 對跟錯 就你們兩個嘛 又說話 你又覺得 什麼叫對 什麼叫錯呢 那你的情緒都怎麼發現 對啊 就不在乎 就沒有 在陽台上 灰乾有沒有 大陪你 前面臨居不動 現在又生氣了 反而現在的樣子 就跟以前不一樣 像剪哥 剪哥現在演戲這麼內斂 演的戲都是這麼的 可是以前居然叫剪場 怎麼會這樣呢 以前... 你綜藝掛的嘛 對 可是剪哥那時候 對你的個性來講 會不會... 我比較... 其實我演戲還比較 覺得符合我的個性 對不對 是 對 因為你看喔 在座幾個 其實都很像藝人 我跟你們站在一起 我比較標心立意 我其實很不像一個藝人 你們大家也可以 感覺得出來 我看一下 你看每一個人... 不會啊 我知道你像什麼了 像真正明星高爾夫球隊隊長 對 對 因為我們要成立 我們要成立一個真正明星 其實我跟你講 他這個就具有藝人的特性 像小康也好 像土東漢... 屈翁 屈翁 你們都是具有那種 像他也是神經神經的 你... 我講的是... 我講的是真的 我... 老半天我們四人神經 等一下 我們應該再過去 他講... 他講... 我們聽訊 其實... 其實你們真的都有藝人 藝人的... 他其實真的很不像藝人 很像士官長 對... 所以... 我以前我也一直覺得 我如果當軍人 我覺得可以當到 少將 中將 我覺得他忘想政越來越厲害 所以我們才會推舉他成為 真正明星隊隊長 對 對不對